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平安 至今为止呢 我们一直在学习三卷的二十章 我们之前学到了祷告的性质 祷告的四个规则 然后还有关于这个四个规则的质疑 到底有没有必要的这样的质疑的一个回复或者反驳 然后我们也谈到了祷告的中宝 然后又谈到了祷告的种类 那现在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学习祷告的规范 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祷祷文 是三十四节到四十九节讲的内容 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学习三十四节到四十节 那这个部分是主要讲到了祷祷文的序言 就是关于祷祷文有一个基本的这样的认识 以及祷告的对象 首先呢我们看到关于主祷文的内容呢 一开始的时候 加尔文牧师就谈到了我们现在不仅要注意更加可靠的祷告方式 注意哈这里面更加可靠的祷告方式 我们不只要注意这个哈 而且还要注意祷告的形式 前面是祷告的方法 后面是祷告的形式 前面我们讲到了这个祷告的规则哈 规则 四个规则我们谈到了哈 四个 怎么样祷告才是正确的祷告 蒙生许悦的祷告 不单如此 我们注意祷告方法如何去祷告哈 规则告诉我们如何祷告 而且我们还要注意祷告的形式哈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这个祷告文哈 而这个形式呢 正是我们的天父 借着他的爱子赐给我们的形式 因为主耶稣基督教导的这个导文的形式哈 所以由此呢 此形式我们可以看到他无限的善良和屈救 神的良善和屈救 为什么这样说呢 后面会做解释哈 神的良善是他的品格哈 他的品性 他对我们这个善和美意 他的屈救呢 是他迁就我们的理解力 照着我们的软弱 为了教导我们所采取的形式哈 所以他是降卑了自己 降低了自己的姿态 用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 迁就我们的能力 所采取的一种方式哈 所以主导文 我们称之为主导文 那么主导文呢 实际上他在他在告诫和劝勉我们 在一切需要的时候寻求他 这是第一点啊 为什么要祷告 上帝常常提命令我们去祷告 劝勉鼓励我们去祷告 那为什么这样呢 是鼓励告 劝勉鼓励我们 在任何有需要的时候都要求告他 甚至诗篇里面说到 求你在患难之日求告我便是尊容我 所以这是第一点是告诉我们 所以这是第一点是告诉我们 告诫和劝勉我们在一切需要的时候要寻求他 就好比儿女在任何忧虑的时候 面临到这样的威胁的时候 令他感到担忧的时候 那么他们就会投靠父母的怀抱 小孩子遇到危险的都是哭着喊着 跑回家找爸爸妈妈对不对 那我们更何况我们呢 上帝教导我们祷告 其实就是在教导我们这些作为神的儿女 在任何需要的时候要寻求他 第二方面也是为我们的无知和软弱 提供了充足的预备和供应 预备和供应 第一条告诉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求告他 第二条告诉我们 我们自己有无知和软弱 那为了克服这样的无知和软弱 上帝也给我们预备了和提供了一些资源 那谈到我们的无知是因为我们连自己的贫穷 是何等的严重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自己贫穷有多么的严重 我们多么的困苦 这一点呢其实无论是非基督徒还是基督徒都是这样 非基督徒一般的来说 他们对自己是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不是说那些特殊的在上帝的某种恩典作用下 使他们也保持一种谦卑 他们承认自己人的软弱 无助无能等等 这是一般的领域 但是大部分的人一般都是充满自信的 即便他们是处在绝望当中 他们仍然是 特别是现在流行的所谓的正能量心灵机 总是找到一种自己勉励自己 恐怕自己承认自己软弱贫穷 显得自己太负能量 或者是太懦弱 然后总是来用各种 即便是毫无根据的那种意念 那种信念 来自己催眠自己 自己鼓励自己 让自己活得更加坚强 当然人需要坚强 但是很多的时候这种 自己勉励自己坚强下去的 所谓的明天一定会好 类似这种毫无根据的信念 还有说我一定可以 这种盲目的 对自己的乐观的信心 都是毫无根据的 所以一般的人是不太知道 自己贫穷是何等严重 不知道自己的困苦 自己的贫穷 但是更可怜的是 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 很多基督徒活在世界 不像保罗所说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反而他们的观念 他们的身子是分别为圣 归给教堂了 教会 礼拜天来到教会里面 但是他们的实际的生活 和支配他们的世界观 他们的精神 他们的思考 其实都是这个世代的 都是这个世界的 这个身子是受洗 归入教会了 教堂了 但是他们的心灵和思想 都是属这个世界的 他们根本没有 真的看到自己的贫穷 那当然 一个人真正能看到自己贫穷 是需要神的特别的恩典 我们不说一般恩宠当中 那些人认识自己的谦卑 和人的有限 能力有限等等 但是说到认识真正人的贫穷 是需要神的恩典的 那在这里面 你不要说上帝没有给我这个恩典 所以我不知道自己贫穷 不是的 上帝已经借着他的话 明明白白的启示了我们人的本性 本相为如何 上帝也兴起了各样的环境 来训练教导我们学谦卑 认识自己的无能和软弱 只不过是我们如同野驴一般 硬着景象 心蒙之游 根本不晓得不领悟而已 所以我们无知 不能愿上帝不开启 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玩 如何无知 所以我们对自己的 这个实际真实的贫穷 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自己有多么贫穷 我们的光景何等的悲惨 不仅如此 我们对什么是正确的 所以不知道自己贫穷 就不知道求吗 不知道在自己之外 寻求神的帮助 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知道求 但是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乱求 忘求 随着自己的私欲 随便的求 追求自己的贪欲 把一些得罪神的 冒犯神的偶像 带到祷告当中 匆匆忙忙的 献上这样的 污秽的忌 惹神愤怒的忌 我们竟不晓得 虽然有的时候 上帝出于他的慈悲和怜悯 容忍我们 但是不意味着我们这样 放胆放肆的 错误的祷告 就蒙神愿纳 所以我们根本不晓得 怎么正确的祷告 求什么 什么是正确 什么是应该求的 后面也会谈到这些内容 那什么是对我们有益的 也不知道我们是 什么是对我们有益的 我们求一些可能是蝎子 求一些石头 求一些这样的 对我们有害的东西 求石头 但是实际上这些东西 对我们并不有真正的益处 暂时可能 表面可能 按照我们堕落的想法 我们自己的考虑 可能是对我有益的 眼前的利益来说 可能是有益的 但至终是对我们有害的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的无知呢 既包括对自己的困苦和贫穷的无知 也不知道什么是正确 和对我们有益的无知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 上帝不仅知道我们无知 他也为我们的无知做了预备 而且他也知道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能力不足 所以他也提供了给我们供应 所以你发现 加尔文牧师在谈到 祷告这个题目的时候 谈到主导文的时候 为什么上帝赐给我们主导文 他也解释了 其实是因为上帝的良善 我们无知 我们软弱 上帝的去救为了迁就我们来教导我们 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贫穷无知 或者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对我们有益的 也知道我们自己的无能 后面是涉及到圣灵的帮助的问题 所以你发现他谈到祷告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也谈到了神的属性 上帝的美意 也谈到了我们自身的光景 这个是综合性的一个思考 他不是只是教导我们一些祷告的技巧和方法而已 更重要的是 神的心意 神的属性和我们现在的光景 这样综合起来 神人的关系 人的现在所处的状态 为什么需要祷告 所以在这里面主导文 为什么要上帝一定要给我们一个祷告的形式 上帝为什么借着他的爱子 赐给我们这种祷告的形式主导文呢 我们之前也谈到主导文不是像一个咒语似的 让我们有口无心的反复去背诵 虽然有一些基督徒存着善良无知的心 睡不着觉的时候 常常被使徒信经或者是主导文 重复背重复背 这个也不算什么不好 但是这里面多少包含着一种无知 对主导文的一种错误的滥用 千万不能当作一种咒语 一种什么口诀来背 主导文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规范 一种形式 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什么是我们应该祷告追求的 什么是对我们真正有意的 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 我们的无知和软弱 第一方面告诉我们应该求 对不对 主导文告诉我们求 有需要的时候才求嘛 第二是也告诉我们的 我们的无知和软弱 神为此提供了相应的预备和供应 在这里面他继续谈到 上帝赐给我们这种图画的形式 主导文就像一个图画一样 给我们列出了一些目录画出来 为的是向我们呈现什么 一切合法的愿望 我们真正合法的愿望是什么 注意 这就涉及到什么是正确的问题 一切对我们有意的 这是什么对我们有益处的 我们必须需要的 我们真正需要的 必要需要的 不是说我认为我需要的 我们日用的饮食 维持生命所需用的 那是必须的 对不对 你们所需用的 神都知道 上帝知道 你们未开口之间 你们所需用的 你们父都知道 这个你们的父都知道 你们的需要的这个需要 就是你们必要的需要 而不是我们出于自己的私欲 贪心 那个所谓的需求 我们随着自己的私欲和贪心 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欲望 愿望和自己认为的需求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所以主导文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 什么是我们应该合法的 合乎神心意 应该可以求的 哪些是对我们有益的 以及我们真正需要的什么 所以这是前面说到我们这样的无知 后面他实际上是告诉我们 什么是合法的 有益的 和我们真正需要的 我们从神的这一良善 得到极大的安慰 因为知道 知道就是信心的意思 我们真正的知道 是因为上帝启示我们 当我们以信心 接受神的启示 接受神的话 我们就知道 这个知道认识 明白 信心是一回事 基于神的话 上帝借着他的话 启示我们 主导文 我们就知道 我们近乎按照他的道 祈求的时候 我们竭尽全力的 竭尽完全的 去按照他的要求 他的旨意 他的话 去祈求的时候 我们就不至于什么 求那些荒谬的 这是对比 不适合的 或者是不合时宜的 荒谬的就是错的 完全不合法的 不适合的 就是说 不适合我们的 在上帝看来 不适合我们的 对我们无疑的 不合时宜的 就是时间的 现在不适合 就像小孩子求 要跑车一样 幼儿园的老孩子 要求父亲 给他买一台跑车一样 这个是不合时宜 时候不到 不适合 就是真正对我们有益的 不是真正对我们有益的 简而言之 我们就不会祈求 神不喜悦的一切 所以你看到 我们不至于因为无知 就求那些荒谬的 不适合我们的 以及不合时宜的 也就是说 在神旨意 喜悦的旨意之外 寻求 所以这是上帝 按照他的美善 良善 让我们能够求的时候 不禁让我们求 前面不是说了吗 告解我们需要的时候求 而且还要告诉我们 怎么样正确的去求 这都是出于神的天赋 无限的良善 他渴望我们去求告他 我们有需要要求告他 第二 他也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求什么 什么是真正对我们有意 合意的 合法的愿望 那在这里面 加尔文牧师就谈到了 柏拉图的说法 他说到柏拉图 这位异教徒 甚至晓得 这个祷告 不能随便的祷告 那种随意的祷告 在神的面前是极其危险的 所以他说 柏拉图曾经引用一个诗人 古诗的一位诗人 说到这个最好的祷告 就是这位诗人所献上的 这个诗人祷告什么呢 丘比特王啊 赐给我们最好的 不论是 你看 他求是 求这个神明啊 丘比特 求最好的 但是这个最好的呢 他说不论是我们所愿的 不是我们所愿的啊 而是求你叫邪恶离开我们 即便那是 那是我们所求的 我们如果求的是邪恶的 求这个事情离开我 不要硬打我啊 赐给我最好的 即便是我不愿意的啊 这里面 柏拉图就称赞了 这位古代诗人的智慧 说到他求的非常好啊 我们的祷告应该这样祷告 所以这个 这种随意的祷告 来到神的面前是极其危险的 那加尔文就引用了提到了柏拉图的这个说法的时候 他其实就在说明我们基督徒应该留意我们如何在神的面前祷告啊 所以他说到了他显出了他的智慧啊 他虽然是个异教徒或者说是一个异教徒啊 那但是呢 这里面表现出了他的智慧 因为他知道凭自己的私欲向神求是何等的危险啊 言外之意 很多基督徒都不如这个异教徒有智慧啊 他们一旦被自己的私欲抓住 他们就 他们一种反应是根本压根不祷告啊 这是最要命的一种基督徒 自称为基督徒 但是他们从来不跟神祷告啊 遇到什么事情都自己挺着 自己去处理 自己去办 好像挺懂事的 不麻烦天父啊 这种人上帝是最恨我的啊 为什么 这是骄傲 他们依靠自己不依靠神 或者说他们不信啊 不信 骄傲 骄傲是因为他们依靠自己 因为他们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事情需要神啊 稍后我们会谈 第二 我不信 就是他们一想都不想 根本不知道依靠神 信心的其中一个层面就是信赖嘛 依靠嘛 而这些人呢 他们根本不具有信心这个素养啊 他们意识当中心灵当中或者概念当中从来不会依靠什么 那第二种人呢 他们是知道祷告 但是他们随着自己的私欲就像把神当作偶像一样 只要心里所愿的就草草寥了了的就来到神的面前放胆的放肆的去张着嘴 大声地去呼求啊 他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合乎神的质疑 因为他心目当中的神只不过是满足他自己私欲的一种偶像而已啊 所以他们拜神 他们不按照圣经去认识神 去敬畏神 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私欲去支配神啊 所以这是很可怕的 连异教徒 波拉图他都知道这种行为是极其危险的 然而很多可悲的基督徒他们却不知道这种不具有这种智慧啊 同时呢 在这里面我们透过波拉图他这样的说法呢 加尔武牧师就说到 这也提醒我们人所处的悲惨啊 波拉图他不是基督徒啊 他在一般的恩宠当中 意识到了当然他的神明不是什么基督教的神啊 是希腊哲学 希腊神话里面的神啊 但是他也认为人不能随便的来到神明面前这么放肆的乱求啊 所以要谨慎 要求合意的 不能随着自己私欲乱求 他虽然提出了这种智慧的说法 但是我们加尔文观察发现他仍然不知道如何祷告啊 他不知道人的悲惨 除非神的灵只是我们正确祷告的形式 否则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开口是危险的 为什么 祷告不管是一个人所愿的问题 祷告不只是一个人需要意识到自己的需要来求神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一个人若不在死亡的状态当中被圣灵唤醒 苏醒他的灵魂 被圣灵教导他的心 使他渴望寻求神 甚至是按照神所教导的方式来祷告的话 他是不可能真正意义上的祷告 或者说不能献上和神心意的祷告 所以柏拉图随然提到了很智慧的这样的说法 但是他对祷告仍然是拥有某种无知的 为什么 他不知道人的悲惨 人是不可能出于自己或者说做出这种正确的祷告的话 虽然他说人应该敬畏神明 应该谨慎祷告 不能乱祷告 但是他仍然没有办法获得正确祷告的内容 为什么 没有圣灵的这种特殊恩典的光照和启示是不可能的 所以纵然世俗的或者异教徒 他们应有这样的非常卓越的智慧的洞见 但是仍然反映出了我们人处在黑暗当中的悲惨 若不借着圣灵的帮助 是没有办法献上正确的祷告的 所以你发现在这里面我们已经提到了父 父因着他的无限的良善 借着子 然后这里面又提到了圣灵 加尔文的三一论 三一论的祷告官 注意 他谈到信心的也是三一论 谈到救恩的水三一论 谈到礼拜祷告都是三一论 一定要注意这个 提到了父的慈爱 子 然后圣灵的在这样的同一个祷告的事上 他们不同的恩典的作为 那加尔文继续讲 因此呢 既然神独生的儿子把话语放在我们口中 这里的话语就是指主导文 主亲自教导的这个祷告的 话语放在我们的口中 从而解除了我们心中一切的犹疑 我们就更当珍惜这一特权 前面说到了是 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 我们无知 但是主既然将这样的祷告赐给我们 因此呢 我们就应该出去一切的犹疑 第一个是疑惑 犹疑 第二个是 要好好的善用这个特权 就是祷告的特权 后面会谈到 儿子求父的那个特权 犹疑 后面也会做继续解释 为什么是犹疑呢 让我们带着祷告的确信 而且善用作为儿子 向父求的这个特权 后面会继续讲 然后紧接着呢 他就谈到了这个主导文呢 是六句 不是齐句 那这一祷告的形式或者法则 由六个祈求组成的 那加尔文说到 他不同意把分成七个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这些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精神赐给我们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本荣全富的 所以在这里面 有人把这个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和救我们脱离凶恶 和救我们脱离凶恶分开 所以说是七个祈求 但是加尔文牧师说 他有两个理由 他不赞同 第一 根据文法 是采用了转折的语气 因此呢 实际上他是 不是说到两个祈求 而是说到补充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那个救我们脱离凶恶 是对不叫我们 遇见试探的一种解释 所以他是作为一个祈求的 来理解的 这是第一点 从语法上来解释 第二 从古代教会的 作家的传统来看 加尔文牧师说 他们也与我的观点一样 都是六句 所以这先在解释 读到文之前 他先谈到 这个主祷文 到底如何划分的问题 所以这里面要 看作六个祈求来解释 然后他紧接着又谈到了 整个祷告的每 整个祷告主祷文 每一句首要的 关注的都是神的荣耀 虽然祷告的每一部分 刚才说到六个求 每一个求的部分 都把神的荣耀放在第一位 尤其是 这里面什么意思呢 主祷文 教导我们的主旨 或者是精神 我们祷告的这个精神是什么 我们祷告里面支配我们 最深影响我们所寻求 抓住我们心 我们最渴望 最关注的是什么 虽然每一部分都是把神的荣耀放在第一位 尤其是前三个祈求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家 愿你的行在地上 这直接是关乎神的名 神的荣耀 神的旨意的问题 当然是和神的荣耀直接有关系 但是后面求什么我们利用的仪式 然后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等等 这一切都是我们个人的益处 但是其实也是以支配的是神的荣耀 这个待会后面会做解释的 所以在具体解释 这个主导文之前呢 加尔吴牧师就提出了 整个祷告的重心 首要关注的是神的荣耀 所以弟兄姊妹知识 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主导文对我们的吩咐 教导是什么呢 除了教导我们需要的时候要求告神 同时也提醒我们 实际上我们有无知和无能 为什么 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悲惨 不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有意义的 什么是真正正确的 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 教导我们正确祷告 主导文 同时也告诉我们 我们祷告应该关注的焦点 虽然有当下具体祷告的题目 但是那个题目最终一定要关注 支配我们的精神是神的荣耀 不然的话 我们的祷告就不是严格正确的祷告 和异教徒那种拜佛 求向拜偶像 基督徒的祷告 在形式上 某种形式上好像类似 都是人 像某种自身之外的神明 无论是个神是真的假的 是上帝还是邪灵 还是人为制造出的假神 祈求某种跟我们有关的利益 或者是救恩等等 好像是相似 但是异教徒是自己的私利 利益是为全部 自己的利益是支压倒性的支配性的精神 但是基督徒却不是这样 这是主导文教导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 祷告的精神 所以你要判断我的祷告是不是祷告 时常以这个原则作为衡量 是很重要的 我们和异教徒的祈愿 哀求有什么差别呢 很本质的是 神的儿女们在祈求 直接跟神的荣耀有关系之外 包括和我们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 也是最终支配我们内心的 永远是神的荣耀 所以他就进一步解释 当我们祈求怨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时后 神希望我们 这是神教导我们的祷告 怨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第一个祈求 神希望我们是以自由的 自愿的爱他和侍奉他 怨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一个人在祷告当中 先把这个题目摆出来 说明这个事情在他心目当中是 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而且他愿意在祷告上求这个事情 说明这个是出于他对神的爱 一个人不爱神的话 是不愿意看到 不可能考虑神的名字的 神的尊荣的 一个人不爱神的话 是不可能愿意 所以在祷告当中也以敬拜和 侍奉的姿态 让神的名字得到尊荣 一教徒是看重的是利益 无论我摆上猪头 上上五百元的两千元的二十万的 想怎么样 无外乎就是为了成就我的心愿 去操纵去支配神明 他才不管这个是亵渎还是尊敬的 只要成就自己的目的 他可以把任何在神明眼中 看为粪土的东西去贿赂神明 实际上就是做生意 这种做法 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禁神的意识 虽然表现出又磕又拜 甚至我们看到 没有歧视其他宗教的意思 特别是藏族的人 肢体们他们这种朝圣 上布达拉宫等等 他们从自己的家 一步一步去量 一走一步扣拜 整个身体那么量 一直量到这个布达拉宫 等等 看起来很成 我们不否定 他们内心的这种态度是真实的 真诚的 但是对于那个神明是可以的 但是对于基督徒 基督教的神明的精神是不一样的 所以一个人不认识神 不爱他 不敬畏他 是不可能寻求他的真正从内心发出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 这种祷告的时候心中所惦记的切勿的就是不止我 一个人如果自己不尊主的名为圣 他怎么可能去爱慕让神的名为圣呢 更不可能盼望别人也像他一样去尊神的为圣 所以爱神 侍奉神的动机是出于自由的 自愿的 因为他祷告没有人强迫你 一张嘴去求这个的话 说明这个是在他内心当中是极其重要的 他自愿自由的去爱神 侍奉神 所以他愿意看重在乎这个 而不是他盼望的从神得到什么好处和赏赐 我们必须单单以荣耀神为我们专注的威仪 永不止息的盼望和祈求神的名被作为圣 以及他 以及其他与神荣耀相关的一切事情 这个不仅是一个正常基督徒内心当中的永恒的主题 最高的价值 人生的目标和追求 甚至也是基督徒的益处 为什么 当一个人越爱神 越认神 越遵神的名为圣 他的心思越被升华 像我们之前所学习的 这种祷告不只是留意求得到什么 而是你要留意你祷告出你的心思意念的变化 这种变化就是成圣 你的心思越来越与神的心意合一 于是你渐渐的开始越来越求合乎神心意的 合乎神旨意的 与神的道 神的喜悦的旨意一致的这样的内容 那这个过程就是你成长的过程 你被洁净的过程 你成圣的过程 这就是对你最大的益处啊 你个人在神的面前 因着旧人 因着私欲渐渐被诱惑 渐渐堕落的 新人是因着真理的知识 恩典渐渐的更新 不断地向他造主的形象 思想像神 他追求的爱慕的也像神 他自己就被成为圣洁 圣化成圣 然后在这里面 加如牧师就讲到了摩西和保罗的榜样 这两个 当然保罗是 他肯定是 是根据旧约摩西的祷告 效法啊 他俩的内容基本都一样 宁可自己被咒诅 也愿为自己同胞的生命得救 来求啊 摩西说宁可从你生命册上 图抹我的名 当然这个不是意味着摩西真的渴望和神之间的关系断绝 没有人一个认识神的人愚蠢到这个程度 这是反映了他内心当中 因着对神的名 对神的旨意的认识 他切切的渴望神的百姓真的认识神 罪得到赦免 得到真正的救赎 所以他作为一个认识神 在神的面前这样祷告而已啊 他是一个真正设计的 那保罗也一样 类似的道路 就是为我骨肉之亲 自己受咒诅 和生命事实上涂抹 一个意思啊 与基督割绝 我也甘心 当然不是指保罗真的渴望与基督割绝啊 因为基督保罗也说 我丢弃万事看完粪土 我以得到基督为至宝 甚至不看自己的性命为宝贵 这样的一位保罗 怎么肯牺牲任何东西来替代代基督的 不可能啊 而是反映出他看重 他对神的心意的理解 他看重 这个意思 他骨肉之亲 以色列百姓得救 所以他有这种心愿 宁可为他们付上一切代价 去让他的同胞得救的意思啊 并不是说他同胞得救这个价值 比基督更宝贵啊 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种求神的旨意 求神的果 愿意神的百姓得救 愿意这些人归向神 照着神该受的敬拜尊荣 侍奉神 从而让神得到荣耀 因为他们心中看重神的旨意和神的荣耀 所以才有这样的切勿和追求啊 甚至自己的属灵的利益 受威胁他们也不顾 这表现出他们真的是爱神 侍奉神的人啊 神的荣耀成为他们心中真正抓住他们的 支配他们的这个主题 这是基督徒 真正基督徒有的一种价值观啊 他们因着信 因着经历重生 经历圣灵借着真理的洗礼和更新 他们心里面的性情 爱慕 盼望 价值被更新了 所以一个人做基督徒 不只是他外在来教会 学习圣经 接受洗礼 纳十分之一 献感恩奉献 短期宣教 什么救济非洲的贫穷人 比起这些更重要的是 如果他内心当中没有被更新的意念 所有的行为都是伪善 所有的行为都是圣诞节树上挂的水果灯笼和彩花而已 因为基督徒的善是发自内心价值的更新 认识的改变 里面内心切勿的支配他的原理改变了 所以他这样做是因为里面变了 所以才表现出来外在的做 里面有使得道的指引外在才做出来 如果反过来 里面没有这样的原理和倾向性价值的更新 外在做 那跟佛教徒其他宗教徒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之前也讲到了基督徒的伦理 不仅谈到我们做什么善 这种善是因为我里面信爱顺从 为着神的荣耀 愿意顺从神的旨意 遵行神的话 爱神 顺从神的话 所以神看为善 并不是什么纯粹的学雷锋做好事 做一个外在只有行为 没有内心的一种行为而已 纯粹的那样的行为是不蒙神悦纳的 除非他发自内心的真实 而这个真实是因着他对神的认识和爱 甘愿的顺从 为着神的荣耀所做的 出于信心的 为着神的荣耀 甘心累做的 按着神的话做的 才蒙愿纳 所以保罗摩西 主导文告诉我们什么 我心里面的价值变了 我心中真的是看中神的荣耀 我们现在努力 我们基督徒沦落到一定程度 甚至抓着悬崖峭壁 抓着悬崖峭壁都快要滑落 到地狱里面这个边缘的时候 这个抓的程度 最后抓的那根草也就是 仅仅是维持着主日还能来教会一趟 见个耶稣的面 给牧师个面子 听听讲 可能这是唯一能够留下 唯一我作为基督徒的最后一根稻草还能抓住了 很宝贵 但是我们教会堕落到什么程度 以至于可怜到我们仅仅持守这个就已经变成了不起的基督徒了 而我们内心当中365天 内心当中充满的想法和价值却丝毫跟基督教没有关系的话 这就跟正常的圣经的基督教信仰是相去甚远的 我这样说不是打击大家连主日都不要来 我是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世代 教会的光景其实很凄凉 我们的信仰其实很贫穷很可怜 连坚守最外在最外表最形式的都守不住 甚至有的人都懒得守 连样式他都懒得守 就不用说他内心有没有内心有的话不至于这样 那你说我有但是挣扎来挣扎去我软弱还是那样 那是另一回事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连持守一种外在的形式 最基本外在的都守不住了 更何况我们内在的 我们里面的价值真的不是真的爱神和敬畏神 或者说看中神的荣耀 那个世界观那个价值观 我的人生都是很多的时候都是非基督教的 这个是很可怜的 所以祷告只不过是我诸多汪洋大海 基督教信仰生活汪洋大海里面的一滴水 茫茫的这个海边的沙里面的一个颗粒而已 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已 而这个例子显明了我的价值到底什么 看中什么 是支配我的是神的荣耀吗 神的旨意吗 我在祷告的时候真的爱神吗 愿意侍奉他吗 愿意照着你的旨意行 不要照我的意思行吗 这种顺服的态度吗 我的生活就是像我祷告的那样 我愿意顺服神的旨意 哪怕是像异教徒说的 我所看为好的 如果是你不所喜悦的也不要给我 即便我不愿意的 只要是你喜悦的你也要赐给我 连一教徒的诗人都这样有这样的美丽的祷告 而我们基督徒内心当中真正支配我们的 我们所看中的所切莫的是什么呢 是我心中所看中的珠宝宝石 那些双眼号那些所代表的那些价值 还是真正我们所爱的所认识的这位神 祂的旨意 祂所认为的对我们有益的 有价值的正确的 所以这个我们需要反思 我们今天的祷告 你不需要什么 我一天一定要三个小时祷告 你三个小时祷告 祷告都是充满你的私欲 为你自己的欲望祷告 那又有什么用呢 积累罪恶 或者说你一天当中 你诚诚实诗祷告十分钟 十分钟当中 你真的去渴慕的是 你更渴望爱神 你每一天在神的面前 无时无刻叹息主 我真的软弱 我现在的光景太远离你的圣经你的话 但是我又没有力量 主啊 你搭救我 帮助我 这个就是挨痛的人 为自己的软弱 罪恶 别人的灵魂 挨痛的人 这种人 上帝一定会应答他 因为他虽然很软弱 但心里面 雀目 渴望 活出一种真正神所喜悦的生活 主啊 帮助我 我实在太软弱 太亏欠你的荣耀 求主加给我力量 我胜不过这个世界 真的去愿意 寻求神的旨意 那哪怕 虽然祷告不能以量化 哪怕是这样 但是你心里面支配 切勿的 确实这样的话 这个也是蒙神愿难的 不仅如此 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 当我们祈求日用的饮食 前面是说到前三条 这个就说到的后三条 日用的饮食 前面是直接谈到神的名字 是吧 虽然盼望自己的好处 也应该在这些事情上 特别寻求神的荣耀 就仿佛 倘若神没有因此的荣耀 我们就根本不起求一样 什么意思 我刚才已经讲了 真正支配你的 你所看重的是神的荣耀的话 你因着爱神 你体贴神的旨意 看重神的荣耀 就像亚当被造 就是为了神的荣耀 教会被赎 也是为了神的荣耀一样 如果我这个人存在 我每喝一口水 喘一口气 活着本身不荣耀神 其实我活着就是在浪费资财 浪费地土 污染环境 没有任何价值 虽然上帝赋予我尊贵的神的行星样式 但是我却活出了一种离开本位的状态 活出了一种离开本位的那种生活 那这种生活其实就是没有价值的 是该受咒诅的 并不蒙神喜悦的 也没有荣耀造物主和救赎主的这样的生活 作为我存在 我离开本位 作为我目的的意义 我也没有活出这种上帝创造我的目的 救赎我的目的 所以呢我们看到整个主导文教导的这个祷告的顺序 虽然是前三条 是吧 后三条 一共六条嘛 前面是愿你的名 尊为圣 愿你的国 什么荣耀等等 然后后三条日用的饮食 债 免我们债 罪的问题 罪的赦免的问题 然后胜过试探的问题 得胜的问题 好像都前面是先求神的事情 后面是求我自己的事情 整个主导文教导的这个祷告顺序 是价值优先顺序 不是这个时间顺序 我在祷告的这个五分钟里面 我先祷告什么 后祷告什么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节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这个先不是先后的先 是优先次序的一些 我们的价值的优先次序 我们看重的 真正支配我们的是什么 不是时间顺序 先祷告教会的事情 五分钟搞定 太长了 三十秒 然后后为自己祷告 结果祷告了三十分 那你说这个人 到底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我只是举个例子 不一定说为自己祷告 一定是 这是举个例子 所以抓住我们内心的事 还是自己某种私 而不是公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不是这个时间的先后顺序 而是价值的优先次序 主导文教导我们 这个顺序是支配我们的 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 虽然每一项都是涉及到神的荣耀 当然特别是前三项是直接关乎神的荣耀 但是即便如此 现在又补充说 后三项也是我们终极的支配我们的 仍然是神的荣耀 如果神的名字不得荣耀 宁可不求 这种态度这是一种价值的优先次序 所以主导文教导们 什么是重要的 什么是有益的 什么是对的 主导文教导们 荣耀 神的荣耀是神百姓心目当中唯一最大的渴慕和追求 这是应该 作为重生 新生 作为活人 应该 虽然我们这种爱慕可能是有程度的差别 当我们越追求认识他 越寻求他 越亲近他 越被他的恩典充满的时候 越舍己的时候 其实这种渴慕 这种盼望 这种追求的意识会越来越强烈 反过来我们越追求自己 今世的 自私的贪婪的 骄傲的 渐渐的 甚至这种意识都会消失 像一个死人一样 像一个未重生的人一样 未蒙救赎的人一样 像非基督徒一样 可能完全意识不到神的荣耀 就那么生活 人如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他的心不再爱父了 爱世界了 他的心就不再被父新颖 不是因为父的荣耀什么减少了 而是他自己对神的恩典 开始产生了这种麻木刚硬的抗体 渐渐的感受不到神的声音 像真言书里面说 智慧在街道上呼喊 结果他的耳朵发映 他追随的是外女的胸怀 床踏 香薰 他所切莫的都是那些 而不是真正追求真正的智慧 明哲 所以当人的心被什么抓住的时候 他对什么东西就越来越敏锐 越来越感觉越强烈 越真实 而对另一些 可能越来越冷淡 麻木 甚至淡化 不是说神的国 神不真实 而是因为我们就像我们主日所讲的 我们主观里面的感受 我们长期在泥水里打滚 已经适应了那种生活 我们心开始对神的恩典越来越淡化 麻木 以至于好像福音 基督 神的话 变成虚妄的 不真实的了 我们对那些肉体感官的 眼见的 暂时的现象 反而觉得更加真实了 活人 活出了一种死人的状态 重生的人活出一种灭亡的状态 这种光景